好 各位业界朋友大家好 我是Digital Research 黄建志 那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那我知道在座今天的话 我们谈到的是所谓的云端跟AI相关的发展 那在座其实也蛮多 这业界先进 不管是在技术方面 或者是在真正的一个落地的案例上 都有很多的又丰富的经验 那我想我今天的话呢 我想从一个5G的角度来切入 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从我们这边角度来看到 整个5G的发展 以及它在B2B的应用上面 接下来怎么走的 那可能带大家来观察一下整个的发展 那其实我们谈的应用的话 我谈主要谈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智慧程式的应用 第二个是智慧制造 那第三个就是智慧医疗 那其实智慧程式这个应用 在谈这个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5G的一个发展的背景 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个5G的发展的网路的话 这边是一个就是说 你可能是投资 或者是部件5G的一个电信业者 那其实呢在大概在过去几年 2019年2020年以及到2021年 大部分都是在年底 不管是第四季或第三季的时候 有比较多的业者投入 那我想呢 接下来这一波的话 可能比如说像印度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印度在今年的话 它可能就会展开5G平谱的一个 竞标 标售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几个国家 还有拉丁美洲 那要不然的话 主要在一些比较成熟市场 像欧洲 美国 或者中国 以及日本 韩国等等 这个5G的服务都已经是上路了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用户的发展 那其实今年的话呢 整个用户的发展的话 4G的用户大概是到达一个高峰 也就是说4G接下来几年的话 它就会慢慢的跟5G呢 有这个替换的效应 那5G的话呢 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它整个用户数达到是6.6亿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那其实呢 这个数字说有一定的基础 它过比以前4G发展的算是来得快 不过我想在座你假如说 跟周围的人聊起来 这个好像换5G手机的 有啦 你假如说是用iPhone的朋友的话 可能你自动就会upgrade到5G 手机有5G的能力 但是呢 你其实本身的话 可能这还没有换成5G的门号 5G的帐号 所以基本上大家每个消费者都在思考 说这个我换成5G 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在谈说 5G它是一个属于B2B 属于企业应用的一个世代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说 整个5G在B2B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以前这个在各位 左手边的这个三角形 大家看听5G的演讲 听很多次一定很熟悉 5G就是三个特性 我们以前老师都会跟大家讲 它就是大屏宽 广连结 低时延等等 不过接下来呢 在去年的一个MWC 上海的一个展会里面 它提出了几个厂上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呢 5G的话呢 把这三个这个特征 做两两的一个搭配之后呢 其实它的应用的话 对于未来B2B应用的场景 会更加弱实 第一种应用我们称之为叫做UCBC 就是大屏宽的上传 那大家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现在城市周围 周遭的那种camera越来越多了 那这个camera里面呢 我们现在其实以前的这个 是每个接口的那种 所谓的道路的一个监控 其实可能它解析度比较低的 那接下来你的解析度越来越高之后 你要在那么多的节点 那么多的node 然后你要上传那么大屏宽 高解析度的影像 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一个突破的 那第二个应用 就是所谓的即时大屏宽 也就是说 它会强调说要即时性 食言要求非常的严苛 但是你要传出大屏宽 什么样子的应用 会类似这样的应用 比如说像一些远距的手术 所以远距手术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距离很远 然后我要传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影像的解析度 我要求很高 而且我对食言要求 因为假如说食言有些偏差的话 这整个远距的手术 其实它会造成一些 蛮巨大的一个损失的伤害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感知融合通讯 感知融合通讯就是把说 我的广连结跟低食言 这两个特性把它做个搭配 结合 也就是像什么样子的情境 像车联网的应用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假如未来的一个整个基础建设越来越齐全 那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话 我必须要截取里面的一个他们的位置 他们的相当的车况等等 节点很多 但是我要要求要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低的一个食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接下来的话这三个特性 在搭配原本的三个应用场景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让B2B的应用场景 会更加的具体化 那这边我们来观察一下说 整个5G B2B应用的一个走向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来观察 我这边的话切三个地区的一个 他们在5G B2B 在所谓的5G企业专网的应用 来跟大家做分享 也就是说我们先来观察 这些国家他们在做企业应用 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或许也可以给各位 各位你们可能本身就在跨这个领域的 那就可以做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德国 德国的话 他们有发这个所谓企业专网的一个执照 那企业专网的执照很便宜 大概就是1000欧元起跳 这个频补使用费 那当然企业专网就会跟你使用的一个 多少频宽有关系 然后你用的范围多大 这有关系 我们看有哪些种类呢 第一大类的就是叫做系统整合业者 系统整合业者他们有 也去申请这个企业专网执照 但是通常企业专网 这个系统整合业者 他申请企业专网执照是做什么用 他主要其实就要做一个 类似一个展示 就是炮火军火商的一个展现 它的实力 那比较关注的是第二大类的 就是所谓的制造业 那大家他常说 这个德国他是制造大国 工业四点是他们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的制造业 不管是汽车 电子制造 机械设备 航太 化工等等 他们这些业者也都蛮多 Leading的一个厂商 都有来申请 这个所谓的企业中央执照 那接下来有几个场域 也值得大家关注 比如说像展会 像展会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虽然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很多实体的展会 都很难办得成 但是接下来的话 其实展会本身 它就是一个生活 生活环境的一个缩影 而且另外的话 展会它要面临的是 大家在展览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通讯 都会用到无线通讯 其实它会更复杂 所以怎么样提供一个展会 很好的一个5G的环境 企业中央环境 这很重要 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 可能是像机场 机场也是一个 蛮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领域 那机场的话其实 它也是这一波疫情里面 受到比较大冲击的 但是我知道是说 其实全球蛮多机场 都在等待下一波的复苏 他们就趁着这两年 这个咬着牙 这个整个营运状况非常不好 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在 投资一些所谓的 智慧机场的规划 那这时候他们的投资 就不管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空测的一个飞机 停机品这边要用的 以及包括说路测 里面整个航空 这个机场大楼里面 要用到的一个相关的5G的应用 那最后一个医院这个场景 也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关注的 虽然他申请这个德国装网的一个 执照的一个业者 个数不多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是蛮值得大家 来做后续关注的 第二个国家我们看到日本这个状况 日本也有做所谓的企业装网 那他们本身的话 他们叫做Local 5G 就是那日本的企业装网 其实他算是从地方政府这边 也可以进来做这个申请 那他的这个参与的业者 也蛮多元化的 第一类大类的就是所谓的制造业者 那制造业者这边我们看到 就是说比如像NEC 富士通 三菱电机 Kioseta Hitachi等等 那这些业者很多是自用 他很多就是说自己 自己要来使用这个5G 那有些像NEC 他或者富士通本身 他们就是希望就是说 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5G状况 来展示他们的实力 那第二道有限电视业者 就是做一个last mile 那网路业者基本上也是 未来的又做SI的一个准备 所以这是日本的案例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这个美国这边的案例 这美国这边的话 他的专网的话 他是把它用这个所谓的 CBRS的一个频段来做提供的 那CBRS的频段 美国专网比较特别就是说 这个频段是属于一个共享的频段 也就是说这个频段上面 有很多人在使用 以前这个频段最早是 属于这个军事方面的用途 那军事用途的话 因为后来发现 美国政府FCC发现说 其实这不是always有人在使用 所以他就把 他拿出来标 所以叫PAL PAL这个指导就是说 你必须要竞标 才可以拿到这频谱的使用权 那可是假如说军事卫星要用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 但是他没有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那最后一个 这个还更使用权率最低 这个连我去竞标都不用 这叫GAA的一个使用权 所以其实有两种类型的业者 都可以做企业装网 第一个就是你是GAA制造的 就是随便 没有人再用你就可以用 那第二个是有去竞标付出付钱 得到频谱使用权 就PAL的这个业者 那想当然了 就是说CBRS 美国这种模式的话 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专门在侦测 这种现在的无线电波 有没有人在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有这种厂商存在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说 到底是谁拿到PAL的这个执照 前面这三类都是属于提供 所谓的connectivity 就提供联网这个需求的 那他就比较像一般的这种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但是第四类这一种 我们看到说有电力公司 我想上个礼拜这个大停电 大家对于电力电网这个需求 其实这个议题的话 美国也是很注重 他特别他有很多这个电力公司 所以他们也有来标这个频谱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像JBG Smith 他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业者 他也来标这个企业专网的频谱 那还有像这个油田开发的 Chevron这边 他也有来标这个企业专网的频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这几个应用的方向 所以总归来讲 就是说目前研究机构 对于5G企业专网的一个 初步的统计 大概是像这样子 基本上制造业还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区别 那另外的话像这个空港海港 就是机场跟港口 这边也是蛮多人在打造的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这个图 就是说到底谁来建 这个所谓的企业专网 基本上目前比较大的一个案子的话 还是由这种所谓的电信网路设备商 来拿到这种案子 可想而知就是说 比如说像传统的电信设备商 像阿力信、Nokia这些算是比较大的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比较地区型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电信业者 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做企业中网里面 部件的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至于大家常常看好一个 就是所谓的Enterprise 就是说企业自己要用自己要建 那这个坦白讲话 其实你没有这种 特别组网的经验的专业的话 其实通常的话 企业自己要去建的话 还比较少 那比较多的情况是说 这个企业本身他自己 透过先自建企业专网 接下来他要淬炼出一个 整个Total solution 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个应用的状况 像日本的富士通 那台湾就更不用讲 台湾的很多电子大厂 其实他们自己都设有 做所谓的5G企业专网的部门 其实他先自用做一个model出来之后 那就希望说后续可以把这个model 来作为突破全球 这个企业中小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智慧程式 我们怎么看智慧程式 智慧程式基本上就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所谓的应用 它的一个应用的形态决定 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场域的智慧化 所以我们这样看 这个所谓的smart vertical smart vertical本身的话 它的场域可能不是只有一个 它可能跨很多个场域 但是它在那个vertical里面 有它特定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manufacturing 你在制造的场域会用到什么 会用到你要把原本的资讯系统 来串到现场的一个所谓的机具设备 以及就是说你要做一些所谓的 一个线上的所谓的包括说AOI检测 或者是说HGV相关的运输等等 在healthcare这边的 它也有特定的它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不管从healthcare retail education等等 所以这些应用 其实坦白讲都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smart city里面会涵盖的范围 会涵盖范围 另外smart city会还要照顾到哪些范围 就是所谓我们常常讲 就所谓的smart space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smart space的话就是说 我包括说先第一步 我先要打造整个城市的infrastructure 城市的基础建设 所以包括说城市的联网的环境 以及城市里面像我们前阵子 所谓的一个智慧灯感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所以它都是属于整个city infrastructure的一环 那接下来你不管是在一个公用的 一个大众运输系统 以及你在一个CBD的area 就是说你在一个中心的商业区这边 要怎么做到5G智慧城市的一个覆盖等等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在看智慧城市的时候 基本上就从这两个角度 一个是应用 一个是场域 这边来看 坦白讲5G其实只是一个通讯技术的选择而已 我想在座大家都很同意就是说 其实现在我们在很多场域里面用最多的一个通讯技术 应该是Wi-Fi 算大家是用的最普遍的 但是Wi-Fi在本身的话 它在所谓提供一个manager service 你要这个管理 你要做一个比较保证一个service label 服务水准的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你可能要做更多 当然你用很高阶的Wi-Fi的网路来部件 是有可能的 但是5G这边的话 其实它本身它的网路架构本身 它就已经属一个高度要求 service label的一个网路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一般来讲在实体层这边 你在智慧城市有很多的终端来做数位的采集 接下来透过网路 然后到整个智慧城市的运营中心 这边包括了大数据的计算 包括了城市的服务平台 包括指挥中心 以及包括在战情式的建制 那到上面的话才是一些应用 才是一些所谓的smart space 那5G有带来什么 5G当然就刚刚讲的大屏宽 低延迟广覆盖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另外5G的重点就在来是说 它可以透过虚拟切片的方式 来以一套实体网路来满足多元的需求 那当然最后它也是一个其他要用到的技术 包括说我有一些相关的AI 包括大数据 包括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这应用里面会用的 那第一步的话你就边需要先截取 比较多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看几个案例 它是属一个整个城市等级的一个案例 那第一个案例的话 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 大家常常看到说 台湾这边其实有相对有一些造证的计划 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国外的话 其实他们也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造证的计划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一个 它在伦敦西南方有一个社区 那这社区大概是两万三千多的人口 那这边的话它是整个重新的做一个规划 然后包括说它希望它本身有SI的公司来进驻 那这家SI公司叫Electronic Media Services 那这是EMS 它简称叫EMS 那它是一个英国在地的SI业者 那另外它跟Exonet合作 那Exonet其实它是在欧洲地区 它不是英国业者 它是另外一个国家业者 可是Exonet它的专长就是说 它本身有一套氢核网 它有一个5G比较小的 比较light的一个核网的一个软体 那另外它有整合了很多 这个相关的一个系统 整合商以及设备商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区来布一个 所谓企业专网的一个应用 那它整个的话 初步规外就是包括说 在这个交通运输 人员管理 健康照顾 家户管理等等 这些应用是他们目前 想要做的一个应用 那第二个案例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美国JBG Smith 那JBG Smith的话 他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他有去申请美国CBIS的一个执照 那你也想说一个房产业者 就像我们这边的信义房屋 它标这样子5G的平谱 5G的CBS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在这个美国华盛顿地区 那附近他们叫做National Landing 那这个有三个地方是一个 这一块区 这应该这一块这个 所谓的水蓝色区域 那他们主要也是要把它规划成一个 未来的一个5G智慧城市的一个区域场域 那这边的话他们就规划了自驾车 沉浸室的一个零售娱乐等等 那主要关键是说他们的合作的一个业者 是叫做AT&T 那AT&T的话目前的话 它是采用16GHz跟minimeter wave都会用 那关键是在说 其实这个地方是亚马逊在美国的第二总部 不过比较值得后续观察就是说AT&T 其实它目前跟它有合作的一个云端业者 刚好就没有AWS 所以这个后续的话 其实可能AWS这边的话 应该也会跟AT&T会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城市这边 其实来看 智慧城市这边应用的话 我们现在看说 最后以这一章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其实软体银行这边 它有发展一个叫做CTOS这样子的规划 CTOS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概念就是说其实整个数据来源 我必须要想办法竭尽所能的把它收集到 包括说来自公部门的 这个公部门可能就是政府里面 有很多open data这边 我把它收集进来 采集进来 第二个有很多private data 这private data有些可能是软体银行自己去收集的 有些可能是其他的公司第三方的公司去申请的 软体银行的角色就是说我希望都会把这些收集来 第三就是很多sensor data 我上来之后会到一个所谓的数据处理平台 数据处理平台完了之后 我才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一个相关的应用服务 其实为什么软体银行它会主张用这样CTOS的方式来做 其实主要的关键是再来是说 它的用户接触点很多 它包括了本身的行动用户 而且日本的Nine以及日本的Yahoo 还有这个它有一个PayPay 这样子的一个都是属于它的管辖的地方 所以这是整个软银这个CTOS 所以未来大家在建构整个程式的应用 或许可以参考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智慧制造 我们称之为叫做供应链新的课题 智慧制造其实为什么要智慧制造 当然很简单来讲就是说 它可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最后的话我或许可以利用智慧制造 本身所产生的来做一个武器来增加营收 所以大概的概念会是这样子 但是智慧制造的三个要素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它会涵盖的人 我怎样去提升员工的生产力 以及我怎样去优化设备的运作效率 就包括说设备状况的远端的监控维护 预测维修保养等等 还有最后是流程上面的一个智慧化跟弹性 那5G跟智慧制造主要会是 发生的关系会在哪里呢 这个表格的话大家后续 那这个智慧制造这边的话 其实它这个表格的话 大家后续我们下载这个讲义 可以好好的慢慢来看 那主要它有几个包括说 比如说像远端产现的影音影像监控 它可能只有跟大频宽为主而已 但是像AR VR的远端操作维护训练的话 它可能还有牵涉到这个低延尺 这样子的应用情境 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 它刚好就是这三个5G应用情景 来做一个搭配组合 那目前的话我们介绍个案例 就是Bosch这边 那Bosch的话其实它就有取得 这个德国他们的企业中央的执照 那它现在在这个他的Stuttgart这边 它有打造一个它未来的一个工厂 所以未来工厂它就希望说 工厂所有机台都可以移动 都可以重新配置的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包括就是说 我可能要做一些Visual Inspection 我做一些视觉化的一个检视 或者我做AGV 直接来运送整个工厂里面相关的应用 或者是说我要做AR VR 这让那个有经验的人 可以带着一个菜鸟 来做一些相关的维修的 不过我们来看到说 其实整个5G智慧制造基础 其实非常关键就是说 在物联网大数据以及数据可视化 现在这些应用要先导入 所以我们这个是引用我们去年Digitize 所做的一个智慧制造大调查里面的数据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物联网大数据 以及整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这边 其实台厂这边已经逐渐慢慢在做提升了 所以我们会观察到说 其实台厂在智慧制造这一块 其实算追得蛮快的 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智慧医疗 虽然在更早以前的几个投影片里 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智慧医疗在整个场域上 个数不见得很高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整个疫情的催化 它有可能会加速的导入智慧医疗 这样子的应用 我们先从机制上来看 这个智慧医疗的切入点 这个是一个我们 我们卫福部这边所定的一个医疗网的计划 那我们特别把这医疗网里面 跟这个远距 跟透过这个通讯 比较相关的把它highlight出来 也就是说未来整个医疗网 它是属于医院 照护机构 以及社区医院 社区诊所基层这样子建构起来的 所以可以看到说这几个地方 其实多多少都有出现一些 所谓的5G可以介入的一个情境 所以我们来看说 5G在整个医疗照护的应用情境 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 这样子比较系统化的来看的话 大家后续在跨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其实更有感觉 第一个就是医院管理 所以医院管理本身 你要做什么5G相关的一个应用 这个大家可以做参考 包括说你要做一些视讯会诊 训练教学 或者远距操控的手术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照护的一个需求者 就是包括说我这个人 他我已经离开医院之后 我要怎么样即时的知道 我的一个健康状态 或者我这个人发生一些突发事件 要做什么即时的警示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医疗数据的会诊 这也是一个5G目前可以琢磨的地方 就包括说巨量的数据 高解析度的影像的传输等等 所以假如说我们把这几个 这个创新医疗应用 来跟整个通讯技术相关的作为搭配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像远距医疗这边 他其实在频宽的需求非常高 而且他对于食言的反应 是要求很严苛的 那他整个应用场景的话 就包括在院内或院外都会有 那像行动救护车本身的话 他就多了一个叫做所谓的 一个移动性的相关的需求 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其实在不同角度 我们来看创新应用的话 其实大概有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要来作为考虑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举个例子 就是5G的联网的救护车 所以他本身就涵盖哪些 涵盖就是说原本在这一台救护车上面 我们要搭载的哪些装置 所以包括了一些相关的设备 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 而且像里面一些未来的话 触觉手套 这样子我透过触觉 可以直接把相关触觉的一个反应 我传到一个急诊室那边 在救护车行驶的过程中 就可以马上把这讯息传过去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救人 这个等于说是每分每秒 都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让这三种类型的 这个场域的人都可以做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覆盖 另外这边我们也针对就是说 刚刚是一个应用群体 现在这个是属于产品面的来看 就是说整个数位医疗 相关的产品的一个开发方向 会是大概是哪样 目前我们看到说 比较大的一个前三名 大概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病患的一个监测 就是说你针对病患里面 他发生一个状况 生理状况等等的 或者说他的一个 有没有落导之类的一个相关的侦测 那第二个的话 第二大类型的一个数位医疗 这边就是医检设备 相关的一个应用 所以这边的话 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最后的话 我们在智慧医疗这边提到就是说 那在AI这边 我们假如以美国FDA 取得证照的一个 相关的设备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是以医疗影像的判断 我想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说 影像判断目前AI应用在这方面 其实是比较多的 那未来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到说 包括是在疾病的监测预警 以及整个生理数据的一个判断这边的话 其实未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厂商 朝这个领域来做一些发展 那有关这个主题的话 其实我们来提到就是说 整个5G来讲的话 它跟AI之间其实是一个 5G来讲它是提供一个 更广泛的一个连结性 也就是说你在5G 不管是在整个频宽上面 不管你可以提供的一个低思言 或者说你的5G的涵盖的范围 越来越大之后 而且它的安全性比较高 那另外在对AI来讲的话 AI它除了在用在一些创新的应用之外 其实AI它本身的话 它也可以非常高度的提升了 所谓5G网络的一个运作的顺畅性 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5G网络管理里面 引用了越来越多AI的成分在 它包括说我可以自动去计算说 目前在这个场域里面的一个 节点的联网的状况 然后再做一些 个别的一个网络的配置 那除了说我们在 更上层的一个AI的应用之外 其实AI本身的话 它对于5G未来升级到6G 是非常关键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家常讲说 最早AI发生的 其实它是在 所谓的一个云端上面的一个 不管是学习或推论 但是随着整个 我们可以想象说 随着5G的网络的越来越普遍 其实除了云端以外 它未来会一个分散式的AI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AI的一个学习跟推论 其实它可能会 藉由这个5G高速联网的机制 建立起来之后 它可以平均的在云端 在边缘端 以及在最后的一个中端这边 来做一个各式各样的学习 或者是说做一个推论的动作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 针对整个一个 这个主题的一个分享 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谢谢